全油管最快新闻 1月10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彭国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彭国府是湖南省知名政治家 曾任湘潭大学党委书记和湖南省岳阳市委副书记等职务 他在行政管理学领域有较高研究地位 此前 彭国府曾在湖南新晃现役中 遗骸事件中表态将深挖彻查 2021年3月 彭国府卸任怀化市委书记 近期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也已召开工作部署推进会 事件进一步披露将引发关注和讨论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小天下事